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豉油黄鸭液 做法很简单,除了鸭毛清洗时间久一点之外 整个饭期都很简单,不用理会 希望大家喜欢,看影片前帮忙,订阅,分享,留言和给点赞 好,立刻开影片! 好了,做这个豉油黄鸭液的材料相当简单 急凍鸭液有8只,解凍后就洗干净了 这里的鸭液和香港有点分别 这里的鸭液比较多毛 所以在洗的过程中,要拔掉一些细毛 然后怎么拔都拔得不太清晰 待会飞完水后,让皮革收缩后 容易拔掉,再第二次除毛 所以看这条影片就很短,几分钟 但其实在过程中,在除毛里 花了不少时间 希望大家喜欢 接着就讲讲那个豉油汁料 这个豉油汁料,因为我之前做了几次 豉油鸡,豉油黄鸡液 都有的,所以我就不会做一次给大家看 只要看画面的材料 那个部分就可以了 接着我就会立即将鸭液去飞水 我锅里面放了适量的水 最重要是把鸭液蓋起来 接着就把鸭液蓋起来 煮沸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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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把鸭液沸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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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倒出来清醒时,让大家看一看 好了,水后倒出来 用冻冻冻冻冻之后 就看到了 细毛都熟了 这个时候,你把它拔掉就很容易掉 否则之前是新鲜 不是新鲜 即是在飞水之前 这里就拔不住 就可以清掉细毛 如果有微鉗 或者拔毛鉗 就比较容易落手 可以用指头 这样就用了 重新把细毛去掉 然后才立即煮 到时就和大家继续 好了,这个豉油汁煮滚了 未放鸭肉之前 先说一下这个豉油汁怎么煮 看到刚才那些材料份 首先,用锅或锅 加少许油 把姜、葱、酸 全部放进去 爆出香味之后 再倒入少许油汁 然后再加冰糖 大火煮滚 煮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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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可以用了 每一次用的 都可以做同一个步骤 也可以加少许薑、葱、蒜 爆香 然后再把旧的石油汁 倒入 当然,用完之后 把姜、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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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葱 放在冰箱里 正常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用的 如果冰箱有空间 放在冰箱里 就会常用常有 现在就把鸭肉放进去 放进去 等它煮滚 煮滚之后 把它转到最小火 煮到最小火之后 煮到15分钟 15分钟就把底面反转 就是把底面抹上来 把底面抹上去 然后再煮到15分钟 然后就关火 关火之后 再烤它10分钟 然后搅拌出来 就完成了 所以煮的时间 就不用理会 最重要是看着 豉油滚的时候 转到最小火 因为豉油的盐度 比较高一点 一滚 很容易就 滚出来 所以就说 一定要看火 这个时刻 好 待会我煮好了 夹出来 再和大家做个结尾 好了 这个豉油黄鸭液 就完成了 这个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喜欢的朋友 留意我下集的影片 多谢大家 拜拜